今天正在最近做了什麼? 他最近做了什麼? 他今天指教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上個大家的關於4.15條件條 或者叫說不知警察的條件 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星期那個指教說 他今天上台的電視 所以今天中午的客人也就暫停 下個禮拜他們寫了點 下個月要請過來指教示 跟他們提問 好 那下個禮拜講的4.15條件條 我們什麼問題? 好 這是我們4.15條件條 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好 所以請大家呢 要把那個 他的那個 技術或者是 編條說呢 這個銀行調節表 他就是一個正式的報名 所以他的格式 不是任何的嚴格 好 所以你說 我要先把這個公司帳 寫在上頭 或者是先把銀行對帳單的 這個從銀行對帳單開始寫 都沒有關係 我說了這個 我們一再強調我們的四大報名 就只有四而已 所以其他的報名呢 都只是什麼 公司內部 或者是呢 像Sanita 就這樣的大公司 就是什麼 會計士在做審計現金的時候 可以編制的 那也有一些呢 是可能公司自己也可以編制 因為公司自己也可以編制 因為公司自己還可以做什麼 做這種選擇 好 快免也可以做這種這種 好 但是呢 鄭老師不是真正對外的 好 爆料 好 但是他的邏輯上面 一定要搞清楚 因為這個 我說了 雖然是條件講 其實在正式的場面 應該不是正式 比較大的公司 他要編正式師來去條件 因為他能 他的功能比較齊全 他能夠做的事情比較晚 就這樣 就這樣 成立 好 那如果呢 銀行條件表都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講 跟應修帳款的關係的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呢 應修帳款 對銀行條件表 後面有一個調整分路 好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錯誤 要申證 如果呢 是已經銀行寄帳 你還要寄帳的 那你就要什麼 補充進來 所以銀行條件表 所以呢 我們編集銀行條件表 出來之後 要編集的 補充 或者叫做 更正 補充及更正 更入 也就是說 會把你的 公司帳上的 我們補充或更正的 就是做公司自己的 銀行的問題 是銀行 要應付的 如果有請他有錯 那我們要告訴銀行 他繼續更正 他繼續處理 不是我們是 剛剛我們要做的是 公司的部分 所以公司如果 有錯誤 大家要做更正 那如果是銀行 銀行基礎 公層的基礎 我就把它補充上來 所以 我們在181頁 就有一個補充 補充 更正分數 好 調整分數 都可以 這是181頁 做完銀行條件表 之後要編制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182頁的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其實包含了兩個部分 應收帳頁 跟應收錶項 這個整合起來我們叫做應收款項 好 那你說 那我們還有應收款項裡面 其實沒有包含其他應收款 未來如果你到公司 去從事跟會計相關的工作的話 你可能還會看到有所謂的其他應收款 那其他應收款呢 基本上來講 就它的交易的 我怎麼情況下去記這個 用這個快捷給我 好 什麼情況下我要叫運收帳款 什麼情況下我要叫做其他應收款 營業範圍 正常營業範圍所產生的債權 有書面 我就叫做應收票據 如果只是口頭的承諾 那就叫應收帳款 那如果不是主要營業行為所產生的 好 比如說員工 因為呢 它是要用錢 所以 這陣子 我們要跟 我們有做的社會 社會 因為我們有專業服務課程 那最近服務課程 其實它在做 我們是跟對一些 不是很規模 然後呢 其實這個 這個單位它也還不算期限 它的存在其實是什麼 只是要協助當地 比較弱勢的 所以這個 青年也好 或當地的 經濟能夠有一些的 自力更生 所以我們叫做 現在很夯的叫做社會企業 好 那這個呢 我們這上次也才跟 就 因為我們要幫它導入 所謂的快遞系統 就要先去了解 什麼樣的交易型態 好 然後呢 它其中的有一個 其實單位呢 我不能插它 我一期 因為它就是千級的單位 然後呢 它很有趣的講說 它再到那個 比如說好了 它是 這個單位是 在屏東 好 然後呢 它是幫 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 外籍新疆啊 或者是 比較原住民的 也許它的 專業能力比較不好 沒有什麼專業能力 但是它有勞力 它也願意付出它的勞力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它是幫人家 比如說民宿 你知道 然後呢 它就 我們就 就是 清潔也就是蠻單身的 那如果你們 收到錢之後呢 其實 你的成本 比如說 你去打掃一個 房間 你眼睛就看得到有三 這樣的基礎嗎 一個 你打掃要不要用粉 要麻 有些東西比較髒 你要不要理解器 就是 要不去 比如說 掃碼啦 媽 那種 那你要不要清潔器 沒有什麼肥皂的啊等等的 那 有這兩個東西 中央是因為掃的別位嘛 所以有掉眼嘛 所以如果你拿到這錢之後呢 你的也要提出一下 今天它收的這個錢 你共過幾乎三個 三下支出 它那個天才跟我講說 他們拿到錢之後 就不用付給員工 不用付給員工 那為什麼 最大的支出一定是員工薪水 他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已經先借了 所以他拿到這個錢之後 就管他的借 盤管 是 我說這是 所以你要切割清楚 所以切割清楚 所以他們在跟我講的時候 轉述 他說那這樣我的筷子 可不可以怎麼設 怎麼會有這麼靈魂的事情 哪有說 你要付給員工薪水 變成是一個盤管 你盤誰的款呢 所以搞清楚了之後 我說這其實是兩回事 一個就是員工來先預借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一個預借 這是一個 對企業來講 就是一個應收帳款 但是一個應收款項的一個概念 但是它不叫做應收帳款 我說你可以用兩個科目 比較好呢 就叫員工戒支 員工戒支 對企業來講是它的資產 好 它前線借給企業 對他們資產 所以呢 當你要花薪水的時候 當你打掃完 要去結算 但要不給他多少錢的時候呢 你不用再付他現金 因為你錢已經先付了 所以你的分度就是 借薪資費用 貸員工戒支 就把那個貸權收回來了 就這樣子 我說它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但是在我們快進場的角度 就把它切割清楚 好 前面是員工跟單位借錢 後面是 我們在裡面借錢的時候 都已經想要怎麼還款了 它後面呢 是執行聯工還款 可是它還是野心支費用 所以 所以它的交易是混在一起的 可是你要拿什麼 尊親 好 那另外一個單位呢 他就講說 他們的錢呢 怎麼來的 他的錢都靠補助款 我說 那補助款來了之後呢 你們怎麼入賬 他說 我們就還理事長 蛤 為什麼是理事長 還理事長呢 他說因為呢 這個補助的錢呢 申請的人都要一共資金才能夠下 但是 但是 當然要運作啊 所以 你們要看一箱啊 所以理事長就先借錢給他 好 先借給這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呢 就有這些錢來運作 運作之後呢 當補助款下來 就已經還理事長一起 我說 那也不是 那前面這個動作 我問他說 你們有什麼資金負債 因為那些單位都只有收支 沒有資產負債表 我說 那你們有沒有做過資產負債表 沒有 我說那你們 申報所的稅收 怎麼申報 一張收支表 還有財產負債 我說 那你財產負債就是 你收支 就是資產負債表 只是你很單純 你的財產 就是你的資產 那你的資產 你這財產怎麼來的 那不是花錢能有人捐來二手 我說 那你上面如果財產上面有 金額 你就把這個金額加總起來 那你就是一個分路是 借固定資產 或是什麼 身材器具 帶 你說捐贈資 或者是捐 因為那不是企業 他們是一個營利企業 所以我們叫 叫捐贈資的 我們叫捐贈基金 因為它是一個非營利團體 我們叫捐贈基金 其實你已經沒有分路了 所以你就會形成資產負債表 是你的資產負債表 我說你有沒有負債 沒有負債 好 你那錢 我的收支表裡面的金額 就是我的稅金 那你沒有 好 那我說這樣應該就會平衡 好 可是他又想說 對啊 因為他收到這錢之後 就先換那個偶像老婆 那你還沒有還之前 跟你商界的顯示是你的負債 好 所以他們那些 就是那個一般的人 你讓你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未來如果 你到這7月以後 就碰到一些交易 你自己要把它很清楚 好 全責利物都分清楚之後 你就很清楚 你該怎麼去做你的會計記錄 所以我相信呢 如果做了這個7月5 這個專業服務課程的這些同學 我想 有這一段的一個判斷之後 我想對於你未來在做 會計相關的工作 或是交易發展 你該怎麼處理 你應該會有很大的學習才對 因為你就會有很大的很清楚的概念 好 所以我說 我們在講應收款項 我又告訴你說 應收款項就是 人家欠我的錢 叫做應收款項 這是我的債權 但是你用什麼樣的會計科目 入障 就提到 只要是你正常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我是叫做應收款項 那有書念的 就是有停證的 我們叫做應收票據 那請問一下 那如果他給我一張戒條算不算呢 好 有評證啊 他給我一張戒條 好 我前借給人家了 好 他給我一張戒條 算不算應收票據 我說他有信念評證 但是這個票據 我們說它是要符合票據法的形態 所以如果給你一般的戒條 他不算是票據 因為我們戒條 就其他本條可以票 所以戒條 他不算是票據的一種 好 所以如果他給我戒條 那我只叫做應收帳款 那當然他不是我主要營業行為所產生的 我要取得出來 那我就做其他應收款 那如果是我的員工 那這個經 就員工企業知識的常態 有些企業他們的員工企業 就是員工企業知識的常態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什麼 單獨成立一個叫員工企業知的流動資產 因為通常員工企業知都是什麼 短期就要管理你 下次付他薪水的時候 你一定什麼 先扣一部分他的薪水下來 就管他的介資 這個一定是什麼 雙方都講好了你才可以做 所以如果這種行使你單獨成立的員工介資 但是如果你這個員工介資的情形 不是常態 這偶爾外面有個同 這個員工有這個需要 那我也不需要那麼麻煩 那我就用其他應收款也可以 所以你換一客戶怎麼去活用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那你也可以非常重規重矩的 他是員工借來 員工來借錢就叫員工介資 但是如果你這個 產生這個會計科目以後 都不會再發生了 那你的會計科目就會 因為你設了一個會計科目 之後在哪裡 那這個科目如果用不到 那以後你一直會有掛一個東西 一個電話在那裡面其實也蠻麻 蠻困擾的吧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要看狀況來決定怎麼用科目 好 那運收款項呢 當然就指了運收帳款跟運收票區 那我們待會講的時候 會以運收帳款為主軸 但是運收票區都是類似的 好 因為運收帳款運收票區都是公司 正常運行的時候產生的債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產生一個資產的 我們產生一個會計科目的時候 我們剛才先講的是 這個會計科目在什麼情況 什麼樣的交易之下會用到這個會計科目 好 所以我們剛剛去解釋這一塊 好 那也傳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解釋說 那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叫做運收帳款 好 所以一樣的道理啦 我們在講的是相同的問題 只用普通的角度去講它而已 好 我們清楚了 什麼樣的交易 發生債權 我也可以用運收款項這個科目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講的是 那這個交易發生我怎麼去入帳 那有了這個會計科目之後 再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樣的後續的交易 就很多事情呢 發生了之後不是 發生在那邊以後 就永遠不動了 不會 好 它一定會有後續的一些延續性的 一個要處理的事情出來 好 所以運收帳款當我發生的時候 我怎麼去入帳 好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呢 那我們的在講買賣業的時候 就有講一種交易條件啊 大家記得嗎 好 10天之內付款 取得2%的折扣 我們這邊就交易條件會這樣子寫 10天之內付款 取得2%的折扣 好 那對此呢 30天之內你要付款 但是呢你超過10天之後 在30天之前 好 你再付款的話就是 end is no discount 沒有折扣 好 那這個2呢 就是2%的折扣 這是我們在講出壞買買業的時候 有講過了 好 那當然我們也當時已經講過說 如果你是買方 你要不要取得這個折扣 我們已經解釋過 那你說哪個不見 那我去銀行借錢 可能要3% 那是不是要用 要不要去借錢 然後買這個錢 這個計劃我想 一片出壞已經講過了 好 這個2%就20天的利率 所以你要把它換算成年利率 所以如果換算回去的話 這個折扣可能是百分之 年利率 年化的年利率的話 就是百分之三十六點多 好 所以相較之下 你為什麼 零可能就算你手上沒有錢 你只要去跟銀行借錢的利率 所以是低於百分之三十六以下的話 你就值得去借錢 買這個賣方的應 對買方的應付賬款 好 這個就是交易條件 好 那我們的入賬方式呢 因為我 如果它是因為我賣東西 而產生的這個應修賬款 好 那我的入賬方式有兩種 一個叫金額法 一個叫總額法 你看看就好 所以金額法 我講一下就好了 什麼叫金額法呢 就是我先把折扣扣掉 也就是說 假設我賣給人家十萬塊 我給了這樣的交易條件 所以我當交易發現的時候 我就借應修賬款九萬八千 我就先把折扣扣掉 這叫金額法 就是我把 要給人家的折扣先扣掉 來入賬 那種金額法 那總額法呢 就是我用十萬塊去入賬 我先不管它的折扣 買方有沒有取得 我當時用賣的價格來入賬 這個叫做總額法 所以你用應修賬款 你入賬的方式有兩種 一個叫金額法 一個叫總額法 好 那不管總額法 金額法也好 其實對於你的債權 對你的資產負債表 都沒有任何影響了 都沒有任何影響 好 所以我剛好講說 我們的會計處理方式 可以走A 可以走B 可以選C 都可以的時候 百分之90的前提 這是什麼 這個處理下來的結果 對於報料的影響是都沒問題的 好 它就會有 看你自己的習慣 那有些企業的習慣 我要預金額法 有些企業不用總額法 沒有關係 好 這是入賬的 所以你可以看入賬的時間點 什麼時候是入賬的時間點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講存貨的錯誤 存貨的那個評價 應該說怎麼去認定你的期末存貨 我們到時候會講交易條件 比如說是FOB 期運點交易 期運點 一種FOB是目的地交貨 好 意思是說期運點交貨 我們那時候是不是講說 只要賣方告訴你說 我們貨已經運出去了 這個就是期運點交貨了 好 這是期運點交貨的情況之下 這個所有權就移轉到買方的手上 那買方還沒有收到這批貨 假設你引到了 他沒有收到這批貨 可是呢 因為賣方已經通知說 我已經把貨送出來了 而我的交易條件是期運點交貨 這時候賣方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借記應收帳戶 買方就要承認他的債途存貨 他要借存貨帶應付帳戶 記得嗎? 其實這個東西跟存貨都有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說我們那時候在講存貨的時候 強調的是你的這個 當然我們後面的存貨還會再講 存貨我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能去講這個存貨的判斷 是練習上面會有 好 所以如果它是期運點交貨 只要賣方告訴你說 我已經把貨送出來了 就算買方還沒有收到貨 它要竊存貨帶應付帳帳 所以這個再屠存貨 再期末就算是買方的期末存貨 好 那些如果我的交易條件是目的地交貨 那賣方告訴我 我把貨運出去了 這個時候所有權移轉了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的交易條件是目的地交貨 所以賣方要等把貨運到指定的地方之後 他才可以承認消貨收入 承認應收帳帳帳 因為這個時候他才什麼? 產生債權了 因為他把貨照給對方了 因為我們的交易條件是目的地 那買方也這個時間點 才要去承認他有這批服務 那你貨運到貨進來 再竊存貨帶應付帳 所以入帳的時間點你要搞清楚 是當你的權利異入真的發生了 好 那你才要去寄帳 就像我打個電話跟對方講說 那你幫我送貨運進來 欸 打這個電話喔 這才能賺權加入了嗎?沒有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把東西寄來 他沒有把東西寄來 我要付錢給他嗎?沒有啊 沒有這個意味產生 所以這個時候你是不用做任何記錄的 好 不用做任何的帳 就不用做任何記錄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 他告訴你在183頁 好 應修帳款呢 他入帳的時間點 當通常是交易完成之後 把商品的所有權移轉給買方 或者是我們的交易是指勞務的話 那我今天把勞務提供給對方的時候 才會承認應修帳和退 這是表示什麼? 我產生的權利義務的時候 我帶來承認我的應修帳款 好 那入帳的金額 再來看一下184頁 好 184頁裡頭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折扣 好 修款時間的折扣 如果有折扣的話 那應修帳款 如果你的場短 因為我們的應修帳款 雖然是你的主要營業型所產生的 但是你這個 譬如說好了 我賣東西給人家 好 那通常呢 然後我給他的條件是六個月之內 他要貨款 他因為今天有一個客戶 他比較特別 他跟我講說 欸 那這個 OK 你買的東西 你為什麼換什麼利用 你同意他兩年後再貨款 那這應修帳款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非流動資產 最長於你的正常 離業周期的一個時間點嘛 所以如果低修帳款很強 好 那他就有可能什麼? 長於你以後還是非流動資產 但是呢 你要注意到 有些條件資料 譬如說 好 我賣東西給人家呢 分期付款是我的正常的 一般的交易條件 好 譬如說我賣車好了 好 那我賣車呢 譬如說我都給人家三年 好 這個大家還錢 那 如果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因為我給人家的三年的期限 是我的常態 好 不是偶爾為之 是我的常態 那如果這種情況之下 你產生的應修帳款 雖然是長於一年以上 我還是要叫做流動資產 好 記定它是不是的流動資產 是看你的營業期間的那個長率 長短來講 如果正常上面 應修帳款是正常的分期付款 分期收款銷貨 我是正常的營業行為的話 那我所產生的應修帳款 好 都是叫做流動資產 好 所以它的長短 當然原則上 它長於12個月以上的話 是非流動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 長於12個月以上的應修帳款 都是非流動呢 我剛剛就強調的是這一點 好 不是那麼死 而且說你要去判斷 你跟你的公司的經營的狀況和決定 所以它這邊講說 好 那個 好 好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折扣 折扣就是涉及到 折扣就是指現金折扣 我們在副派的時候講過 折扣有三種名稱 商業折扣 數量折扣 現金折扣 那如果我們講 好 你不要講不懂貨的話 我再講一個 好 這三種折扣裡面 只有現金折扣有可能會入帳 那現金折扣呢 我們會計客戶沒有叫現金折扣的 就是賣方叫銷貨折扣 賣方叫購貨折扣 所以這個就是現金折扣 那個是什麼 希望買方提早付款 所以這個叫現金折扣 好 那現金折扣入帳 這邊有先告訴你現金折扣呢 給你看 換算給你看了 好 如果說我30天之內 是我的新郵幾天 10天之內付款值的2%的話 好 3% 好 但是 如果你把它換算成年利率的話 就有37%點多 就特別上面的算量 我剛剛講 36點多是用360天去算 好 但是呢 我一年是365天 所以算出來就換算成年利率 就37.24% 所以這邊告訴你們 這個折扣為什麼 很吸引人 那但是呢 就我了解 我問過一般的商業 商場商業其實 比較少比這種折扣 好 兩百少比這種折扣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我們說對於應收 這個收款期間長短 對入帳金額的影響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 你的分類是流動跟流動 好 但是如果你要回應一下 我們如果之前在講 那個第四章的年金副例 記得嗎 比如說我買了一個機器 三年之後付十萬 那我現在入帳的時候這個機器 那我開了一張票據 是無錫票據 那我買這個 我當下寄這個機器設備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的金額要請問多少 不會寫十萬啊 因為三年之後十萬 一定不等於現在的十萬嘛 所以我要用折線來算 所以它告訴你說 當你的時間很長 好 那雖然它表面上是無錫 可是事實上你要去洗 你一定要把它射出來利息進來 因為在商場上面我覺得 在商連商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真的無錫 所以它是一定有平坦利息在裡面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把利息算進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把它扣掉 所以說呢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如果因為消貨而產生的應收賬款 通常是在一年之內會收限 那一年之內收限的話 我就不用算限值 就是直接入帳就好了 但是呢 我的收款 如果長於一年以上的話呢 我就要用限值來入帳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買一個機器 我賣一個機器 三年之後才收到錢 那三年之後的 就是收到的這個潛益 不等於現在的限值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用限值來入帳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的入帳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入帳的金額 好 怎麼決定 好 我們先講這入帳的時間點 那入帳的時間點 那入帳的時間點 就是權力並不發生的 你叫入帳 第二個我們在談的是 入帳你要承認金額 若你有折扣 要把折扣先扣掉 好 你也可以不扣 但是也可以扣 好 這是總額綁進入帳 那如果你的收款的時間比較長 那你要用什麼 限值來入帳 好 這是我們在前面所講的 好 這是一開始 應收帳款發生的時候 我所做的 我所要處理的事情 那我剛剛也講過 應收帳款呢 這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有應收帳款的時候 它這 持有這個 有發生這個會計客戶當中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種嘛 一種就是收不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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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可以啊 收到錢 尤其的現金在應收帳款之前 它如果沒有收到錢呢 好 這是我們後面會去談的 如果沒有收到錢 沒有收到錢 那要看你的帳戶處理怎麼做 會營收 就是跟你後面的評價是有關係的 好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運收帳款 好 沒有收到錢 當你是 假設呢 我是沒有用被禮法 就是說呢 我期望對於我的運收帳款 並沒有去提列被禮外賬 好 所以我們的運收帳款 後續的處理方式就有 好 如果你是期末呢 比如評價方式 所以特別上面就開始講評價 因為評價會影響給當中 如果發生交易 這個收不到錢的時候 我們處理方式 好 最後我們看一下呢 接下來要處理的就兩種情形了 好 一種是 就是 所謂的被禮法 所謂的被禮法 也就是說期末 我有先根據這個帳款的認 收得到錢去做評估 那我會整天借快照 不用戴被禮快照 所以當我真正 真實發生的時候 真實發生帳款收不回來 我的分路會借被禮該帳 再應收帳款 好 那如果另外一種 叫做直接充消款 也就是說呢 當我期末 並沒有去評估我的應收帳款 收不到錢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我的應收帳款 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發生過 收不到錢 或者是有 好久好久 才發現過一次而已 如果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可能就是 利用被禮法 被禮法就是 準備在那邊 好 萬一這個帳款收不回來 那沒關係 我只能做了準備 好 被禮這樣的行程 沒有意思而已 那如果說直接充消法呢 就是我都沒有去評估 我的應收帳款 會不會收得到錢 所以當我真正發生的時候 我就借呆帳備用 待定收帳款 不要把這收帳款 那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這兩個方法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這兩個方法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這個 我們再出任何講說 這兩個方法哪一個比較好 在哪裏 在外面的行為 你們找幾家電視的公開 所以被離開是你幫的 那本來就是間接從銷吧 間接從銷 你聽我這個嗎 在經濟中 就是流動跟窩底 都有很多不同的 我講院部長 好希望我等一下 坐下來聽一下你講不講 好 基本上 大概我們說了 一般公用快遷準則 它允許的是 被離開 為什麼一般公用快遷準則 最標準是被離開 右邊 為什麼一般公用快遷準則 好 剛剛嘉偉說 被離開比較好 好 那我也幫他左正一下 是 被離開比較好 為什麼一般公用快遷準則 要求用的是被離開 所以說被離開 為什麼一般公用快遷準則 會這樣要求 好 我非常困惑 蛤 我非常困惑 你為什麼 困惑 你也很困惑 好 教委爺幫他解釋一下 他的困惑 我非常困惑 哈哈哈 他剛講出他的精神出來 精神他們都講出來 已經不錯了 這不簡單的 因為我就講不出這個精神 這個精神 我都是用 我都是用 我都做得很精神 在這裏 可不可以讓他表面說 我們大概都解釋了 哈哈 哈哈哈 好 好 劉超米 好 你可以跟您解釋一下嗎 在大陸室也是這樣不錯 對 原因呢 好 也有一點點編啊 可是 沒有簡單惡要去講出來 為什麼 可是這個貝迪法是 比較符合一般一般人快遷準則的 有沒有誰可以講 比較精準一點 比較精準一點可以講 就是 我之前是看來講 就是 我的樣子 然後 怎麼會講 我今天是看到 我們 我們 在外面講 沒有 憲物 就是 好 重複 你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那個費用配合的原則 對 收入費用配合的原則 好 為什麼是採取這樣的方式 因為在一般會沒有派遣選擇 他們就認為你產生這個收入的同時 就要把相關跟這個收入有關係 因為天下沒有白色午餐 那個收入的發生 你一定有一些努力跟付出 這些努力跟付出 在你承認收入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這邊進來 好 那你收入產生最起碼 第一個 這個東西如果你是自己生產的 你的製造成本 如果你不是自己生產 你買進來的小火產品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為了賣這個東西 有沒有相關的費用發生呢 有啊 我就是要去打廣告 我需要行銷 所以我賣這些東西的收入 除了我直接成本之外 我還有其他的相關的間接的費用發生 好 那這個間接的費用發生 當然其中一個 我為什麼產生正利收賬款 因為我買東西 我銷貨了 但因為我銷貨了以後 我產生還沒收到錢 我產生賬款 那因為我有賬款 才有可能發生收不到錢 若是現金交易就不會有一個問題啊 所以當我承認銷貨收入的同時 就必須把因為這個收入所發生的 相關成本費用都承認進來 有些的費用的發生 可能還沒有現在發生喔 可是我如果一起可能為了會發生 那我就必須什麼 先把付寄接 所以為什麼貝敵法是 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所要求的 它是要求的喔 對 它指的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要求是貝敵法 你不能用直接收銷嗎 好 所以先告訴你 為什麼一般公認會計準則 要求是貝敵法 而且它指 它強調的或者是說 它要的一定是貝敵法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直接收銷法 根本是不符合 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所要求的 這個主理方式 為什麼我們還要講 現在一般公認日本則 根本就不允許直接衝銷法 那為什麼你要講 那個直接衝銷法 為什麼 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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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米 跟他跟 講一下你的想法 我很刻薄 你很刻薄 今天最流行的講就是 刻薄的 好 好 請講一下 你招工 好 那為什麼 沒有 沒有 你招工 每次都看到他的敏鱗 好 他還對以前 沒有 沒有 想講 想個 Epic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是客人說的 對他直接沖銷 他只是問你這個時候 對他直接沖銷 他比較簡單 對一般人通行企業 對他直接沖銷 對他直接沖銷 好 他其實有講到一點點 為什麼 雖然一般人通行企業 不影響直接沖銷法 我們還是會講直接沖銷法 我告訴你先講 你要背敵法 你要希望背敵法 要有個前提 你要能夠估計 你有多少的賬團收入 你要能夠估計啊 那你怎麼估計 不是拿骰子來丟啊 是6% 是10% 是5% 不是嘛 對不對 那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歷史 就是過去的經驗 好 所以我們在常常講 開鏡頭 或者是說過去 我發現之前我跟幾個 那個企業家的 企業的大老闆 一起講話 聊天啊 或一起吃吃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很喜歡看歷史 很喜歡看歷史 然後呢 上次呢 那我都覺得一開始呢 我都覺得讀歷史 讀歷史史 大概沒什麼出口 那我聽說在美國 這次曾經有一個親戚 他跟我們講過 他說 有一個學生 他的室友 他是念歷史史的 可是他畢業以後就做了什麼 他去華爾街街頭公司 為什麼 他就是把他的歷史 他研究出來歷史 但歷史會從 所以說實在都會什麼 周額故事在重臉裡面 所以呢 他居然間歷史 是金融相關的 或有困難 所以我一般的人 會是認為 這些歷史的事情 好像最近過去了 古代的人穿著盔甲 拿著刀件 今天很貴啊 現在都是拿槍號直接 那個無人飛機 我們都已經退解了 可是很多事情就是什麼 會有歷史 某些事情 時空改編的不一樣沒錯 但是很多的危機 其實是問周額故事 所以你看97年發生什麼 亞洲金融風暴 我們只有2008年 2007年不是也發生 全球的金融風暴嗎 好 就是我們只是上個 不同名稱而已 可是都還是跟金融相關 就一樣的 所以 就回過頭來講 所以另外一講 我要提議的時候 我要能夠去估計 我可能有多少的 責任上課 那我怎麼估計 最簡單 或者是最容易取得的資訊 就是什麼 根據歷史 根據過去的經驗 我來提 我來計算 統計出一個大概數 所以背底的前提是我要估計 那我要估計要有前一流 要有歷史的過去的經驗 那我剛剛講呢 我剛剛之前講 如果說這個員工久準來借一次 就是我要用的員工戒指的科目 在那邊站一個count member的話 那可能是沒有必要 所以我既然不常發 都用其他預售款 就這個概念也是一樣 如果我不常發生 我30年前才發現一次 那個某個客戶 我跟他很熟 因為我的客戶的對象 都是非常熟識的 因為跟我交易至少 二、三十年以上 最後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從來沒有給我找過帳 沒有欠錢不還過 我怎麼去用背底法 你就沒有辦法試用背底法 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這是我之前 在當一家公司的 會計的一個單位 然後它是一個魅力團體 它的對象是 它是政府機關 它是檢驗 它是一個檢驗單位 然後它檢驗出來的 它就是健保給付 所以檢驗到時候它產生的 運收帳號就是什麼 健保比較給付的 健保局連錢就是跟我們要 他們跟健保上說 對不起 你幫我檢驗的 我不付錢 因為我負不出錢 不會嘛 所以它的交易對象 如果是政府的話 它也沒有收不到錢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叫做直接衝銷法來做 然後我等真的發生了 等真的發生再來做 所以為什麼我說 還要用直接衝銷法 明明一般公共配準者 已經不允許這個直接衝銷法了 那為什麼還要花一個力氣去講這個東西 因為有一些現實的交易裡頭 它就很可能 是會用到直接衝銷法 好 那我也講了 一般公共配準者要求是這個 被提防 所以你只要有可能發帳快帳 你就必須用被提防 否則你就違反一般公共配準者的 收入費用配付 好 那這個是如果你發生帳款收不回來的時候 你的會計記錄方式 就看你的期末評價方式 所以這個從這樣的說法裡面 你可以知道這個有期末評價 這個沒有期末評價 因為等發生了再來承認就好了 那這個是我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 來期末我先去提列 我的帳款裡頭有多少錢收不回王 所以期末評價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 好 期末評價 好 我們先講完我們就下課好 背禮法我就是借呆帳費用 戴背禮呆帳 如果是直接通宵法呢 期末就沒有做任何的根本 沒有去做評估嘛 就等它真正發生了才快檔變 好 所以在這邊我又忍不住要去講一個 你可能會看到題目上面問你說 如果採取背禮法之下 當它今天發生帳款收不回來的時候 對你的財務比率會有什麼 對你的流動比率 流動 來 流動比率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我們還可以講 因為我們上學期其實 因為來不及講財務報告的關係 我們建議 比如說你們看到這些東西 那你要從這些人 家裡的財務部長寫去 好 好 所以期末被禮法再倒數 那我們再講一個是 那如果我認為收不回他的錢 要收到了 好 比如說張三他欠我的錢 我已經追了 好 他說三個月要晚 我借我公司他 後來就關門了 不搬家 我不知道是關門是搬家 反正總而言之他就不見了 好 那我也去追了 追了結果呢 我們追不到 因為你就不知道人數哪兒去哪裡 所以我認為這個可能他欠我的三千塊 就收不到錢了 所以貝禮法不是借貝禮擔帳帶運收到 那如果是直接沖銷法的話 我是借擔帳帶運收到 好 那有一天突然間 好 出來了 好 那我們郭姐 我不管為什麼 好 總而言之呢 我已經沖銷了 已經沖銷又收回來 好 又收回現金 好 不用 已經認為收不到錢了 結果呢 他後來呢 又拿錢來管了 那這兩個 好 原來你的認為說 這詞發生收不到錢的時候 你做得真的憤怒 在貝禮法怎麼做 在直接沖銷法走不夠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是直接沖銷法 當我發生的賬款 好 已經收不回來 然後已經所有的沖銷 結果後來又收回來了 又收到錢 那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兩個分數點到 借 借運收賬看 帶賬費用 好 那你這邊也要講一下 如果這個待賬 我沖銷是去年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三年前我已經沖銷了 然後之後我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發現 待賬收不回來的問題 到今年呢 我也都沒有發生 因為我說用直接沖銷法 就是我太少發生這種 收不到錢的問題 所以我才不用被禮法 好 那所以呢 我這幾年 我都沒有待賬發生 所以我都沒有 包括今年也沒有 好 今年突然間收到錢 如果都沒有其他的 當年都沒有再發生其他賬款 收不回來 你就等待賬費用 期末編表的時候 不用跟我再發 所以是不是有點奇怪 因為沒有正常的一個 是在借房 所以呢 我就會建議說 好 如果現在你公司 不常發生這種情形 那我就叫我其他的時候 好 因為待賬費用 發生在待賬費用 發生在待賬費用 好 因為待賬費用 發生在待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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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 不能說錯 好 因為我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會比較輕易說 你就叫做其他收不得更好 當然如果說你還是叫做 在待賬費用 在待賬費用 期末編表的時候 期末編資產 你要把待賬費用 編在其他收入裡面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 用客戶交的直接 就這樣去其他收入 好 當然清楚了 好 那這個剛剛講說 那我的運收檔直接衝銷 為什麼會直接衝銷 因為我的客戶裡面 大概都是什麼 很少會發生那種收不到錢的 好 那所以我也沒有 對每一個客戶去做評價 就沒有所謂的信用額度的情況之下 因為每個客戶都很收嘛 所以幾乎我 他沒有任何所謂的 收不到錢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是這種情景之下 那我 這個運收帳款呢 因為我 剛剛你講 我收到錢了嘛 好 所以如果 我是這樣子寫的話 我是不是馬上 會寫一個界限金 待運收帳款 我剛剛講說 他收回喔 已經收回來 還沒有收回 你不要那麼聽 你不要就承認了 三年前我已經 這個上窮逼落 夏皇群都找不到張恩這個人 今天在馬路上碰到他了 我也想到他欠我那個錢 剛想說你還沒有還我這筆錢 他就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我明天還你 那你不要今天回來 你再接日記 就把他做規短 建議收帳款和其他收入 他三年了都不還你 今天在路上不小心被你碰到 為了脫身跟你隨便呼嚨一散 你就相信了嘛 當然不會嘛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錢了 我才會做這個分路 所以這兩個分路 其實是同時做的 同時做 所以這兩個分路呢 我也建議說他很容易貼寫 借現金 帶其他收入 好 假設我把這邊的寫過來 你可以 你可以 為什麼我直接穿上 我剛剛臉領講的說 基本上我所有的客戶 都是我在掌握當中 所以我對他非常的寫不出 所以基本上我對這個客戶 可能沒有特別去做太多的一個 所謂的規範之類的 所以或者是我的客戶是很單一的 好 我就是 比如說像我之前這個方便家單位看的時候 他其實他所有的修讀都來是健保局 99%的年修 那有一小部分是來自什麼 比如說一些診所 診所裡面 有一些病人他要付費 他支費 他就是跟診所收錢 因為診所已經收 先跟他收了錢 所以我檢驗完的時候 直接去跟那個診所要錢 那重情形之下也有 可是那種語音很像 好 所以我也可以直接做交換 我就不用再做應收這樣吧 好 好 這是如果你是直接通交換 那如果你是背底法呢 背底法的話呢 跟直接通交換 第一個分路是一樣的 我先把前面這兩個分路 前面那個分路借在電腦 然後回衝回來 就是借應收 代背底 代背底 一樣 同時呢 因為我也是什麼 收到錢 我才會做這個分路啊 好 我做這個分路 我什麼時候做分路 不是因為我背底法 跟直接通交換不同 不會說因為是這樣 都一樣 好不好 說要還我 而且我真的收到錢 我可以做分路的 好 所以我同時會做借現金 代應收 這樣的方法 但是這個 如果是背底法之下 我就不贊成 你不要把這個分路寫在一起 說那我可不可以借現金 代背底會這樣呢 背底帶這樣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整成整體來 不可以 為什麼 好 不符合那個原則 不完整 好 也沒有更清楚 它 在一般的那塊是幾準的上面 它並沒有說不可以 它並沒有說不可以 但是我們實務在做的時候 或者是一般公共配準則 它其實也是這樣講 你要做這個分路 它下面特別去解釋 為什麼你要做這樣的分路 有啦 其實是 它沒有把它變成 一個原則的方式來解釋它 好 所以它跟完整性 沒有什麼太直接的關係 對 為什麼 它一定要這樣仔細 這個寫法 在一般公共配準則裡頭也這樣 背底法之下 你通算要派帳 又收回來的話 你要借印修帳盤 再背底派帳 同時在七行之代 印修帳盤 這個法這兩個背底 並且並能借現金代 背底帶帳 為了什麼 為什麼 反正 現在 還得條件 對 怎麼 背外 怎麼 這樣 好 我就說一般官方派遣準則裡頭 他講說你的期末評價用背禮法 好 公司他的應收帳款提供評價用背禮法 好 那背禮法如果已經衝銷了快帳 你收回來一定要先借應收帳款貸 背禮快帳貸同時借現金貸應收帳款 為什麼他不能像直接衝銷法 我說直接衝銷法其實我可以直接借現金貸 其他收入 你可以分成兩個分路寫 我也可以簡單寫成一個分路 再直接衝銷法 這個都可以 但是背禮法其實都可以 把兩個分路並成一個分路 因為我就同時寫嘛 那我幹嘛一個借應收帳款 帶應收帳款 同時金額相同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 盡心金貸 背禮改帳 我說一般官方派遣準則是不允許的 為什麼 這個從小又收回來的分路寫法 是一般官方派遣準則寫好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問你 我為什麼要這樣寫 還是怕官方派遣遠遠可以寫呢 好 為什麼 這在管理上面會有虛無啊 好 我們講說每個客戶 我就在商場上面很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那我要跟他交易之前我一定對他 因為既然我賣東西給他 他不是馬上拿錢來給我 那我對他之間做一些調查 看他的之前有不良紀錄嗎 他公司的經營狀況啊 好 那他的營修狀況啊 因為他正這麼打電子 有跟他往來的廠商或客戶 對他的評價 所以我會給他一個信用額度 好 所以我對每一個跟我交易的對象 我都給信用額度 所以我一定要做什麼 明信這樣 所以這邊呢 我只是把它 會不會先不寫出來 我後面一定會有什麼 某某人 某某公司 好 所以我對這個公司 就是每一個跟我交易的 尤其是我的顧客 我賣東西給他的 我的債務人 不是他這債人 他這債務人 我一定要評估他的還款能力 我可以給他的信用額度多少 所以我對於每一個公司 他欠我的錢 我都要升名氣帳 好 所以當我贏這個客戶 好 他欠我錢不還我 那我也找到他 所以我把他當作什麼 當作已經是我的拒絕往來戶 不是我的黑名單了 未來呢 他如果沒有還我錢 我覺得不會再跟他做 所謂的奢銷的生意 好 那可是呢 今天他呢 也許換了一個老闆啊 等等 或者等等原因 我總是要給他機會嘛 好 不要說他做了一次錯的事情 那我們就認為他就是什麼 打入18層低於啊 就不要給他機會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先讓他恢復 好 我先我這樣處理的方式 就告訴這個管理者說這個客戶呢 其實他是什麼 他有信用的 好 所以我先做這樣的動作之後 讓他的信用額度能夠有一些記錄出來 然後我再收到錢 好 所以這個是在管理上面 需要去做的這件事情 而事實上在真正的一般的公司裡面 他對於每個他賣的對象 都會給予信用額度的所謂的評估 好 所以他會對每一個客戶都做明細帳 這個叫做明細帳 好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信用是什麼 要對這個客戶的那個信用 做某個程度的回復啦 那也不是百分之百 好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明細帳的設置 所以我們常會做這樣的一個文 好 這樣記住了嗎 對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